Hello,大家好,我是小鱼 昨天不是没有做上核酸吗?今天我们又来做了 但是今天出事给我们拉了个地方不知道是哪 什么广场说这也做 早上起来匆匆忙忙的我们四个人睡过站了 怕做不上,匆匆忙忙的 然后我在给二狗喂食的时候 把这个手还给那个啥 还给那个笑破了,给它切那个猪肝的时候 老生了,然后我们现在去做核酸 做完核酸之后我们回去收拾东西 收完东西之后我们就开始徒步 我今天就要挑战这三十公里 我就不信了,他们都觉得我走不下来 不光是他们几个,是所有的人都觉得我走不下来 我都有点自我怀疑了,我就不信 我就走给你们看,看我到底能不能走下来 这么多人 干嘛 这个是得先扫码还是先担的 先听的 你去天天家听成员就行了 那还行,刚才我打听了一圈说 只要有那个啥,这个也在手机上能查 然后电子的也行,不一定非要直置 看看吧,一会他们在这要填单 我们现在又知道了一个新的信息 就是说警察站那要查 然后再往前走一百多公里他还要查 这怎么搞啊 一百多公里三天肯定能走到了 一百多公里 一百多公里 到海通沟是吧 我觉得你们就为了那个什么 你们走 他说一百多公里,你们三天走不到的 要上去呢 三天走不到的 他是到哪查一下子 我们刚刚第一个站就查了一百多公里 还没进去 就是西藏跟四三交接的地方 就三十公里的地方就查了一下了是吧 然后再往前还要查 我们也没进去 也没进去 但是那个医生说要查 还没进去到 但是一个线一个线查的话 他每个县城都有做核酸的地方吧 我们都是 对,每个县城都有做核酸的地方 一个人多钱 你去前面了 一人六十人 一人六十人 交给这位算哥 然后给你上了钱 我们做完核酸回来了 我现在在车上 然后 我估计我的徒步可能要泡汤了 他们三个在研究怎么走呢 因为他们徒步 一开始我们以为 就一个检查站 三十多公里有一个检查站 就是因为 三十多公里就到金沙江大桥 过了金沙江大桥呢 就是藏区了 就进入到西藏地区 就不查了 结果刚才做核酸的时候呢 那个医生又跟我们说 前面要查 往后面再走一百多公里 还要查 说有好几个检查站 然后他们徒步呢 三天要走过去 估计是 那就得 不停地走 连夜地走 然后 就是 现在他们在研究 到底要怎么走 如果说他们 他们还想说 今天不走了 在下午等到拿到 拿到那个核酸报告 然后他们再走 也有可能 直接坐车就过去 所以说 我觉得 我觉得 我这个徒步 可能就泡汤了 泡汤就泡汤 不管了 他们仨愿怎么走怎么走吧 我决定我自己走了 我自己开车那啥 在周边溜达 反正三天嘛 我明天就在周边溜达一千 溜达一千之后 取了报告 取了报告 我直接一脚油门 开过去 完事一百多公里 直接开过去 到西藏地区 要不然这个核酸太麻烦了 所以说你们要 记住了啊 这个核酸报告 你们要想那个 有用 好使 也得核酸提前做好了 把时间提前安排好了 可别再像我们 像我们似的 现在马爪了 就不知道有那么多检查站 过来加油了 油价已经涨到7块9毛4了 这个是92 95已经是8块4毛7了 这只是 这还是四川的油价了 不知道到了西藏得多闲了 我现在来取核酸报告了 我天 在这店名呢 我看的那么厚一打 那么厚一打子 这得念到啥时候呢 核酸报告取完了啊 就因为这个核酸 耽误的这个啥 我的徒步计划也泡汤了啊 然后我们大家就各奔东西了 继续往前走 现在已经四点半了 嗯 也不知道今晚上能开到哪儿 就先往前走吧 反正就是有几个检查站 好像30公里有一个检查站 需要用这个报告 然后再往前30多公里过了之后 好像说再往前走100多公里 还有一个需要 反正这个核酸报告呢 是72小时内有效 我应该过得去 应该时间是肯定够用的 可能还能晃悠的 在路上看有啥玩的 还能玩一天 因为本来一开始我就想在周围晃悠晃悠 结果啊 这也不用晃了 直接就奔西藏 过了第一个检查站 就到这个 就到这个这个 藏区了 就到西藏地区了 我经过五个月 我今天 差不多应该能 到达西藏境内了 请不吝点赞 见力 你 你 感谢观看